大货车刹车失灵驾驶转向撞民宅 高雄一名成姓男子昨天中午开着满载螺丝的大货车 眼看着刹车失灵就怕冲撞到前方车辆 他立刻把车头转向撞击右侧民宅的梁柱刹车 但是猛烈的撞击力道仍然导致了路旁的贱物招牌受损 还好这起事故没人伤亡是不幸中的大行 一辆大货车行驶右侧车道 所有驾驶打了方向灯看似要转弯 没想到下一秒这辆车忽然失去控制 随后这辆大货车硬生生往路边民宅猛力冲撞 只见撞击瞬间成烟四散 民宅瓷砖瓦砾掉满地 车祸现场凌乱不堪 大货车车头全毁板金凹陷 挡风玻璃直接掉落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竞销货报道场也赶紧将大货车驾驶救援出来 陈姓男子发现刹车失灵 当机立断将车头向右打转 冲撞右侧的民宅梁柱来刹车 事发在3号中午12点多 高雄桥头区成功南路 当时一名诚信男子开着满载罗斯的大货车 来到路口准备刹车时 眼看车辆刹车失灵 就怕冲撞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 他立刻将车头转向 撞击右侧民宅梁柱来刹车 也导致路旁建物跟招牌受损 好在这起事故没造成人员伤亡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现在大货车驾驶 依旧得负起后续赔偿责任 警方也提醒车辆上路之前 一定得事先检查车辆状况 否则要是刹车失灵 恐怕酿成难以想象的严重事故 接下来王军干嘛倒